大家好,我是大俠 今天我們來到 STC 的工廠 要帶大家來介紹一下濾鏡 平時我們拍照的濾鏡 它的製程是長怎樣的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彰化 這是 STC 的工廠 那 STC 的老闆 就是我三十幾年的老同學威廉 大家好 那今天來這邊要幹嘛呢 我們平時都有在拍照 拍照都會用到濾鏡 濾鏡有 ND鏡、UV鏡 還有什麼抗光害 還有雷射通訊 雷射通訊有濾鏡一大堆對不對 那這些濾鏡的製程是什麼 今天我們特別來到這邊 請威廉幫我們介紹這些濾鏡 怎麼做的 然後它到底厲害在哪裡 然後跟我們拍照有什麼關係 好,大家好 這一站我們來到那個鏡片 要清洗的這一站 那鏡片為什麼要清洗呢 我們平時拍照在用的濾鏡 上面都要鍍膜 那鍍膜不能說直接鍍就好 鍍膜之前我們要把鏡片洗乾淨 那這一站就是要洗鏡片 那至於怎麼洗呢 我們請你們STC的老闆 威廉來給我們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這一站是我們的超音波清洗室 那其實玻璃 我們所有的玻璃進來之前 一定要先做過很多調整 第一個就是它的乾面要拋光 要拋光到非常非常的平整 那拋光的話 目前大部分業界都是用氧化式 那可是氧化式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細的粉末 所以拋光完之後它上面會有殘 粉體會有殘留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用超音波清洗的話 它如果沒有清洗乾淨 我們後面再鍍膜的話 材料就會附著在氧化式上面 它的目的勞度就不好 所以超音波清洗是很重要的 那這是我們最新的一個超音波清洗設備 總共有六個池子 那就是全自動的 我可以打開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現在拋光完的玻璃 我們就會這樣子把它放在這裡面 斬架上 然後之後就會讓它自動的 門關起來之後 它這邊就會自動的去走到這樣 慢慢慢慢走 好 那我們可以 等一下可以看下一站 現在我們玻璃已經從前面的 輸送箱進到我們的超音波清洗室 那我們這裡一共有六個槽 那每一個槽我們用的水都是DI-Water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純淨的超音波的水 那專門給超音波清洗使用的 那我們先 一個一槽一槽這樣洗完 從洗滌 然後第一洗滌第二洗滌 然後純水再慢慢慢慢這樣出來 到瀝乾 好 現在我們要開箱 我們要開箱看什麼 就是剛剛洗完的玻璃 好 這就是剛剛我們經過DI-Water 清洗完的玻璃 然後現在是非常非常的乾淨 那這樣洗完之後 我們現在透過那邊的那個團體箱 我們就開始要放到 class 1000 的環境裡面去了 因為我們現在這邊大概是class 10000級 那等它放到1000之後 就非常非常乾淨的地方了 那所以必須透過牆上一個洞洞 就是我們的團體箱 我們會放過去 好 現在我們要準備進到 class 10000的無城寺 那這個部分是 無城寺有分很多的等級 那我目前在最外圍這一塊 還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地方 是class 10000 但是就算是class 10000 我們進去還是要做基本的俗稱 那我們現在進去吧 好 好 問你請問一下 剛剛在門口有講到 class 10000 class 1000 那在無城寺裡面 這個11000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class 10000 一萬一千一百 其實這個是每平方英尺的落成量 那當然它落成量 數字越少 代表這個地方的環境是越好的 你看現在我們這個環境是class 10000 那因為我們的實驗室有分 最外圍 外圍是class 10000 目前是外圍是class 10000 但是我們到裡面 我們就到class 1000 那什麼地方用最多呢 基本上像 台積電 聯電 這種晶圓廠 他們都在千級甚至百級的捷徑室裡面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種實驗室 光是上面這種濾網什麼之類的 這些成本 每個月的替換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在這個1萬的環境之下 我們通常要做 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做到非常乾淨的鍍膜 重點是在這一塊 因為我們鍍膜的 建設出來的 深度或是漸渡出來的 它粒子都非常非常小 如果你的材料上面 有落成 或是有其他一些 particle 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鍍膜的效率 和保護鍍膜的效果 包括密著度什麼之類這些都會有影響 所以當然在這種環境之下越乾淨越好 那剛剛超音波洗完之後 我們就把鏡片經過傳遞室 進到現在我們站的這個地方叫無塵室 那進到無塵室之後 還要先做過一些量測 量測什麼呢 我們請為連聽我們介紹一下 好 一般外面不管是板材 玻璃板材 就是整片的那種板材 或是玻璃磚 那基本上我們進來之前 我們除了超音波清洗完之後 我們第二站就是要做檢查 那檢查什麼東西呢 因為不管是那個片材 或是磚 拋裝出來的材料 它裡面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氣泡 這些氣泡是玻璃在融融才燒結的時候 它們會產生氣泡或是有雜質 那 Check 這是基本的外觀確認 還有包括像我們的表面解凝度 那在這邊做完Check之後 第一站是人眼去檢查外觀 那再來就是我們後面這一站 我們就是會去檢查光譜 因為每一次的材料 其實我們試過 像一樣都是 假設是紅外線850的玻璃 那我們跟日本買的玻璃磚 跟韓國買的玻璃磚 跟中國大陸買的玻璃磚 跟烏克蘭買的玻璃磚 跟美國買的玻璃磚 其實它們多多少的光譜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每一個都確認 它的光譜是確定的 我們才去鍍磨 因為我們的磨堆 所以都是針對我們的玻璃特性去做修正 那如果說這個玻璃特性 它的光譜不對我們 不是原本我們買那個材料的話 我們去修正它的光譜就會跑掉 所以其實這一站是很重要的一站 這一站都確定做完了 我們才去鍍磨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了製作濾鏡的核心 就是鍍磨 那這個鍍磨跟我們拍照會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平時用的UV 就是抗紫外線 還有讓我們的拍照影像品質好一點 就是讓鏡片穿透率高一點的 還有我們之前聽過的一個東西 就是抗光害的濾鏡 還有我們風景很常用的ND 就是減光鏡 那這一些鏡片上面的鍍磨 都是要靠現在這個程序來做的 那接下來請威延介紹一下 這些東西的製程是什麼 我們的其實鍍磨的結構是這樣子 基本上它就有不同的材料 高折色材料和低折色材料去做堆疊 然後像比如說像基本的AR 就是它這樣堆疊 高折色、低折色這樣堆疊 大概堆疊十幾層左右 那堆疊完之後 你就可以有效減少反射率 所以你減少它反射率的情況之下 相對的穿透率就提升 所以這是我們鍍磨在做的這件事情 那進到鍍磨這個地方 那請威廉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閃架 那這個閃架是幹嘛呢 你會發現其它中間有很多孔 那這邊邊都有個頂點 所以就是我們把我們要的玻璃 一塊一塊放進來 在這裡排滿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進到我們的鍍磨機裡面去了 所以就是放在這裡 那不同的尺寸有不同的閃架 所以有時候客製化的產品很麻煩 就是每一個客製化的產品 你就要再多做一個這個閃架 這都是不鏽鋼 這做起來都是不便宜的一個材料 而且它在裡面 它因為是300多度 所以它必須要高音不便宜 好 那我們把那個要鍍的那個鏡片 放上閃架之後 這個閃架跟鏡片 就要進到鍍磨機裡面 那請威廉介紹一下鍍磨機 那鍍磨機其實 主要就是把我們的材料 真鍍上去 那目前像我們今天要鍍的是 我們的光害濾鏡 那光害濾鏡其實我主要成分就是 SL2、TS35、MGF2這些材料 那總的去鍍就是我這邊會有一個程式的順序 我就可以透過磁控 深度的方式去調整說 我第一層是SL210奈米 第二層是什麼材料幾奈米 第三層是幾奈米 所以要一直堆疊 堆疊上去 好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我們的 鍍磨機 左邊這個就是我們的離子圓 那這個離子圓 其實這一個就是我們 像這邊它有烏絲型嘛 所以我們這種建設出來的材料 其實它可以把玻璃 在鍍磨上面 可以把玻璃的密著度做得更好 左邊這個就是SL2 氧化系 然後這邊 這個你就會發現它有 有很多一個圓盤對不對 然後這個圓盤其實它會轉 然後它從這邊 代表是磁鐵 它從這邊它就會射出電漿出來 電漿去把它這樣拼汙 這樣把它打融 這邊也是 所以它就是第一層是SL2 它就打左邊 然後深度到上面的閃架 我們剛剛那個閃架就會放在上面嘛 然後你看到上面有電熱絲 我們這邊就是要把它加溫加到300度以上 所以那個再上去 然後我之後這邊打上去 然後這邊就是 打完SL2之後 第二層可能打MGF2 然後我就這個轉盤會轉 我就轉到MGF2 在中間裡面打 然後打完十耐米或十耐米 到達我設定的一個層次之後 再換這邊再打 因為SL2其實用量很多 就是一個東西就是一層 一個東西就是一層 對 它就是一層這樣 打完這樣打 之後再下一層 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差不多 所以我們平時用的那個 就好幾層 只是我們不知道 對 只是你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覺得UV鏡 是很便宜的東西 事實上它 你真的做好的話 它工很多 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因為人眼 就像你剛剛看的嘛 人眼其實看不出來 可是相機看得出來 對 相機差10%就差很多了 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們會有 有沒有設邊 就是要從這邊控制這樣 對 就是從這邊去做控制 我們的鍍膜機這樣子 好 那個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生產之前要做很貴的產價 那現在我們把玻璃放完了 我們放完玻璃之後 我們就準備要 進鍋子裡面去鍍了 那一陣我們來吧 好 那經過兩個小時 長時間的鍍膜之後呢 那東西鍍完啊 就是我手上這個啦 那實際上呢 我真的 一個是有度 一個是沒有度 那這個有度的美度 其實眼睛是看不太出來的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度前度後的差異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用 光譜分析 對 光譜分析 來做檢測 那接下來請威廉介紹一下 好 我們這邊 基本上我們相機 最常用到的功夫範圍 就是400到700奈米的波段 那為什麼是400到700呢 就是因為 400到700是人眼看得到的光 叫做可見光 那因為相機 它本身的DOSAGE CMOS DOSAGE裡面 它可以看到的範圍 是從350到1000 PICON的BASS 它可以從350到1000 可是事實上 我們人眼看不到這麼多 所以相機裡面 必須有塊AR卡 去把它濾掉 只剩下400到700左右 那這兩片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做 一個測試 然後這個測試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說 它的差異化差在哪裡 T這個部分 是穿透率 好 那 我們沒有渡的是 這個黑色這條線 你看它穿透率就是 遠深材料 穿透率就是91% 跟我們剛剛前面 提到的是一樣的 那我們渡了 剛剛進去渡 渡完之後 你會發現它穿透率提升 好 提升將近到100 然後前面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是抗UE的 所以我們會把前面 去把它壓掉 好 這就是我們模特的設計 所以我們大概多了10%左右的穿透率 紫外線都在 前面400之前 我們就把它壓掉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 我們UV就是把紫外線壓掉 所以這個就是 抗UV的光譜 那你可以看到 這兩片你人影看不出來 但是事實上 它就差了大概10%的穿透率 10%的穿透率 代表說我今天在相機裡面 相機的訊號 你就少掉10% 其實少掉10% 是很大的事情 只是一半人 他們分不出來 所以他們就覺得 他們就認為說 UV鏡其實應該是一個很便宜的東西 但事實上它不是 它是有很多技術性的成分在裡面 對啊 所以我們平時用的那個 UV啊 貴跟便宜就是 插在這個地方 對 就是插在這個地方 有些送的 就是它的那個 它可能就沒有度 但是你看不出來 透光很差 然後沒有度的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就是因為上面都沒有度堆疊的東西嘛 所以你怎麼刮它都不會受傷 但是唯一的好處就是 喔很耐刮 但是穿透率就不好 但是你都沒有穿 拍出來的品質就沒有 就看你要的是什麼東西 你要好的畫質 還是你要一個 純粹耐刮的保護鏡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對 UV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一般消費者比較不知道 就是我們的鏡頭 鏡頭群裡面 其實它是用 那個 光顧畫的一種 UV教去做護畫 它顧畫完之後 如果你一直持續讓它照 照紫外線 其實它膠會變 膠會壞掉 所以人家說鏡頭壞掉 繼續鏡頭壞掉 並不是玻璃壞掉 玻璃要壞掉很難 大概要三百年 但事實上它裡面的膠 就很容易壞掉 所以UV鏡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其實它除了讓顏色 UV不要進來太多 太多UV去干擾我的影像以外 那因為我們 我們定義它 我們定義它叫做Color Noise 那UV的話 你這個Color Noise 除了用UV鏡 除了可以把Color Noise引掉以外 你還可以保護你的鏡頭 裡面的膠 你不要一直躺著 你被UV照 不要被紫外線照 去護畫 所以我們抗UV 不是只是保護我們 不是只是在讓我們 顏色 對 不只是顏色 顏色變好 它還有保護我們的 鏡群裡面的膠 鏡頭裡面的那些膠 讓它不要被紫外線照 一直護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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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久了其實就會老化掉 然後我們保護鏡就是要把那些紫外線給濾掉 對 就是這一個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400之下的這些東西 要把它濾掉 鏡頭的壽命就要看 對 那今天謝謝威廉 謝謝大家 謝謝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真的 平時大家不會知道 不會碰到 對 那我們平時在買的這個濾鏡 你買了幾百塊幾千塊 你不要再愛說幾千塊 那個貴 貴在哪 貴就是貴在這個地方 那 都是鼓勵錢 對 一分錢一分貨 貴它有貴的道理 那今天跟社會介紹的這個影片 就是讓你知道說 一個濾鏡在完成的時候 它的過程的這些 那 你花錢買到的就是買到這些 比較細微這個品質的地方 那今天謝謝威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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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那我們平時用的保護鏡 保護鏡上面會有UV啊 那也會有那個增加串透率 那這個是做兩個度磨還是做一個度 其實基本上 UV鏡我們把它歸類的磨堆 其實我們磨堆基本上都是做一套 但是一套我可以透過不同的參數去做設定 比如說我們現在我剛講 我們大部分的UV就是做抗反射而已 只是這抗反射我可以在400之前 去把它刻意去讓它穿透率下降 這個等一下我可以給你看磨堆的一些堆疊的方式 你就會發現很有趣 它400之前穿透率就很低 400之後它穿透率就可以維持到很高大概99左右 那就是靠不同的度磨 那當然度磨正反兩面也有差 大部分我們的抗反射度磨 度一面它會多4%的穿透率 所以像如果我們今天買 我們今天用像我們自己SCC用的高級 用的材料是比較高級的白板玻璃 就是所謂的那個像V2C這種白板玻璃 高級玻璃技術玻璃 那這種玻璃它原生穿透率你買回來 你都不做任何事情 它穿透率其實只有91% 但是已經算不錯了 那我們家一般像你家裡窗戶的玻璃 都覺得很透明對不對 但大部分家裡窗戶的玻璃 就是青板玻璃 那青板玻璃就是所謂的鈣納玻璃 那它的原生穿透率大概只有87%而已 所以事實上我白板玻璃 原生穿透率91%就已經比它多了4% 然後我們再度雙面的AR抗反射 我正面度一次抗反射 背面再度一次抗反射 我正面加了4%穿透率 背面再加4%穿透率 所以我就是91%加4%加4% 我不是就自己到99%嗎 我就可以接近到 將近可以反應到 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所以是這樣 那大部分我們UV鏡 除了度完這個之後 我們還度標準的AR磨堆以外 我們還會再度防水層 那我們用的防水層 是用的是跟三星手機 上面現在用的那一支材料是一樣的 所以再加一個防水層 對會再加 或再加 就是比較滑 然後也可以抗靜電 防火或水的那個 對 就是你比較不會吸灰塵 像我以前常常跑中東 我去清真寺 每次都很喜歡去清真寺拍照 可是清真寺裡面灰塵很多 那時候是用外國品牌 那時候還沒有開始自己在做這個時候 你用外國品牌其實他們沒有抗靜電 所以你進去 鏡頭上就吸了很多毛屑 尤其清真寺 那後來我們自己開始在設計之後 我就把外面這一層我們用比較好的材料 我們去把它做 所以做到高豬水 就是防豬油 防潑水 然後不會有晉電 不會有晉電 對所以你很好擦 像我自己 起霧也減少 也減少起霧 因為我表面動得很大 所以你基本上 這樣很快就退掉了 因為它水抓不住 水抓不住 然後再加上我們 因為我們有度AR 那度AR的話 AR其實 抗反射 抗反射 那我們度AR 我們用離子柱度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玻璃其實你把它放大 玻璃放大之後 其實他們有非常非常多 很小很小很小的孔 大概是幾奈米幾百奈米的小孔 那如果我們用離子元素 所以我們可以把SIO2 去把它打進去 去把它塞滿 它表面會更平整 所以抗反射 基本上那個水就比較不會進去 然後抗反射就可以做到 這就是我們的技術 對大概是這樣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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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